請問各位收看觀眾朋友來看的是在家鄉的獨立山寶島 是很多人感到修喚的好企圖 在山友都會在在當地的信用中心風天鹽來照顧泡地 在廟的旁邊有一間民海良心商店 只要老闆沒在了就讓山友自己賺錢 因為會設很多人跟上老闆熱心合佈 讓這間小商店也真有探討 良心商店雖然人家來賺錢 是不是有照著技巧來玩笑 就要看人家的心 你這實在在家鄉獨立山寶島 鳳天鹽寺廟旁邊 這間有22年歷史的民海良心店 是方便到不會照過路的山友 它是良心商店 所以你來看愛鄉自己 它有標誌你自己賺錢 我們常來 你覺得這樣很好 很好的 因為老闆也不免得到這裡 相信大家 因為爬山大家都很良心 我這招就是我 國學五年的時候 我一個日本老師 教我 教我講他們 在日本的時候 就是用這種沒有人去照顧的店 讓人自己去照顧一下 所以我國學五年後來 稍稍的商店 會是相當的財產 吃的有泡麵、拼、四燒、八燥、八燥的乖 和當地的第三品 各三的那些都有反省 八十三回的老老闆說 因為自己要出國出頭 加上年紀大部每天來過店 所以就用到良心單的方式 給大家賺錢 你到現在都沒有料到 可以看到社會人心都很值得 出國這樣嗎 我經常出國一年 都一、兩次這樣 出國這間店 就這樣讓人家自由去照顧 這個做台連 那些東西 特色的時候都有 教台連 阿里順港 那些戰爭的時候 所以我就是 去台流 我就是去這條 這條山 看到少年有意義 風天淵是當地的信用中心 大風提供到八燥 由客泡麵的第一股 和豬菜的廚房 由客爬後 天天到山頂 可以放心 照顧看風景 也看到 市廟和民海洋新店 一樣 對人都有信任 和山友 來補甘情 大家使用高朋友的心情 好想來方便 細心新聞 大家看 在家鄉蔡鳳報道